马上要过年了 竟然还有人做红烧排骨第一步就选择焯水 做出来了排骨发柴发硬还塞牙 正确的做法是 排骨剁好之后 加盐和料酒反复地抓一下 然后用清水清洗两次 把它清洗干净 这种方法呢 可以有效地去除排骨里的血水和杂质 同时还能保重排骨的口感 锅中有热 一定要把排骨控满水分再下锅 加姜片一个八角 开大锅煸炒 一直炒干水分 炒出牛肉的香味 切记 千万不要炒得太干 表皮微防即可 这是保证排骨吃起来鲜嫩的关键 沿着锅边放一炒料酒 重点来了 只需放一袋红烧料 就能解决调味和上色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不会炒糖色 炒出来的糖色容易发苦 然后再加入开水 锁住排骨的营养 开小火慢炖51分钟 排骨炖烂之后 加上青红椒 蒜苗 就可以出锅啦 红烧排骨这样做 软烂入味 口感滑嫩不塞牙 你要是还没消费呢 我就拿着排骨 去你家教你怎么做